从前大家都回家陪给父母 第一首那年我十七八岁送给你们 也送给老师的我 那年我十七八岁学无成工作了 一个月拿着两千块的薪水 我爸妈很开心呢 他们就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安安问最后 如此残生算了 他们就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送给你们 那年十七八岁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在父母面前很残酷 让他们心都操碎 从来没有过梦想 因为从不敢想 明明就要自己闯却 四处都是阻挡 他们说好好上课 再找一个好工作 别的东西都是错 我聊此残生算了 希望我安安稳稳 两千块的标准 难道我就这么算 这辈子买给书本 希望我有个饭碗 玩了命的药管 总是没说得很懒 我想反驳就不敢 那年我学业无成 他们说起好疼 说我没机会在营市 干什么都不行 但是我才十七八 还想拼着一把 想了很多办法 要包括专容作哑 真的毫不甘心 被管到了中心 内心有个声音 他让我再拼一拼 我知道成功很难 不只是嘴上得谈 但是真的想说完 我怕我会心寒 请给我一个机会 哪怕我做的不对 其中什么都无位 只希望此生无愧 光在笼子里的鸟 怎么看都很小 食物不用去找 一辈子都在用脚 曾经那棵小树 也学会了走路 不再需要守护 这次换我先说不 尊敬老爸老妈 儿子真的没瞎 以后我要扛这客家 不能总是个鲜花 我从来没有说过 又拿什么去赢呢 老了以后 说什么故事 给我的人也听呢 大声和我父母说 你让我再犯个错 就算真的错了 哪怕我真的错过 也许我不会成功 但是想争一生 这辈子过得太清楚 我怕我后悔一生 大不了我败 青春也都还在 这样等到那年迈的 我也不会损坏 自己选一次路 哪怕是个绝处 其实不是我自负 而是我心中有数 家伙是我的根 我真的很认真 我需要往前狂奔 才对得起青春 这辈子过得太轻松 我怕我后悔一生 大不了我败 青春也都还在 这样等到那年迈的 我也不会责坏 自己选一次路 哪怕是个绝处 亲生不是我自负 而是我心中有数 家伙是我的根 我真的很认真 我需要往前狂奔 才对得起青春 这张一首那年十七八岁 送给你们 送给十七八岁的 你们也送给那时的我 奉劝大家都回家陪陪父母 喜欢的话 点赞 点赞 转发 谢谢大家